我們來看這個不定積分公式 我們曉得說這個積分是微分的緩運算 所以的話它的公式 就是說不定積分的公式 事實上是由微分公式來的 那麼現在這個東西成不成立的話 你就怎麼樣 你就把這個微分以後 看會不會等於中間這個 看不會等於中間這個 我們曉得說 KX加上C 你給它微分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K嘛 那也就是說這個K 你給它積分的話 這個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KX 還可以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也就是說常數積分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呢一次函數 為什麼 因為一次函數微分 等於什麼 等於常數 那透過道理的話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X的這個N加一次方 你給它微分以後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N加1 那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X的N次方 所以N加1可以把它除過去 也就是說 除過去N加1可以把它拿進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微分 你一個常數 乘以一個函數微分的話 常數可以抽出來 如果我把N加1的話 拉過去 N加1 分子1 這個是 這個的話 可以拿進去 就變成什麼呢 X N加1 微分 這個微分的話 這長數可以提出來 把它除過去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就等於這個微分 也就是說 這個微分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是N加1 所以我就曉得說 所以我就曉得這個積分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 這個東西積分 就是X N加1 不對 這應該是 這個積分 你就兩邊給它積分 就說 這個微分 就兩邊給它積分 這個積分的話當然等了 當然是等於那個 還可以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因爲什麼? 因爲這個x呢 n加1 可以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你給它微分以後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 或者是說這樣講 這個的話 這個是等於x的n次方 那這個東西可以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就是說 你n加1分之1 x的n加1 加一個積分常數 你給它微分以後等於多少? 等於呢 x的n次方 所以我這個把它積分 這微分的話等於這個 所以你把積分 積分用這個符號 就是說 這個東西微分的話 就等於這個東西射回來 射到這裡 你呢 射回去的話 就是變成積分 dx 就等於 就等於裡面這個 等於是n加1 分之1 x呢 n加1 再加c 那是n加1 4 4 就變成x x n加1 生一次 但是你微分的話 這n加1要掉下來 所以你要補一個n加1 跟它抵消 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那這樣公司呢 你就記起來 好 再來我們看看 你在積分的話 一個常數的話呢 乘一個函數 幾乎你要 這個常數可以抽出來 這個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微分 它一個常數也可以抽出來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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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你 這個 我們如果把它看 是大F 我這個叫做大F 我就定了 這個是 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的話 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大F 大F也不是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就是說 你怕微分嘛 這個積分是大F 那你大F就等於小F F S 你怕微分的話 這就變成小F X 好 那我現在的話 把它乘一個常數 這個東西我把它乘一個常數 乘一個常數的話 就變成多少 變成說 K F F X X DX 等於乘一個常數 K 大F X 不知道 這個微分的話 常數可以抽出來 也就是說 我現在 K F X 這我給它微分嘛 這個等於 甚至等於K可以抽出來 然後呢 F 給它微分嘛 那F微分的話 等於小F 所以 K 小F X 也就是說 K小F的話 你給它 積分以後 就變成大K 大F 為什麼 因為積分是微分的環境算 也就是說 比如說 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 這個 K F X 你給它積分 就等於K 大F X 那K大F X 等於F X DX 積分是由微分來的嘛 所以 微分有什麼性質的話 就可以導致積分有什麼性質 因為我們曉得 微分的話 一個函數 乘一個常數 微分以後 這個常數可以抽出來 同樣的 你積分的話 一個常數乘一個函數 這個常數也可以抽出來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 第四個 第四個性質的話 也是由微分來的 我們知道說 微分對加法 具有 這個分配率 所以 積分對加減法 也是具有分配率 就是說 這個 我給它叫做 大F 大F X 這個叫做 大GX 好了 因為我 我曉得說 這個大F X 政府 加減 大GX 我給它微分的話 微分對加減法 具有分配率 就是說 微分的話 就拿進去嘛 微分加減多少 大GX 微分 大GX 我們曉得說 大F的話 什麼呢 是小F的積分 所以大V 微分以後 就變成小F 所以是小F X 加減多少 大G 是小G的積分 所以大G 微分就變成小G G 小X 就是小F 那我現在把它整個 所以你 這個東西的話 微分的話 整個微分的話 等於這兩個 相加減 所以你整個給它積分以後 這積分以後 就變成大F 加上 加減大G 也就是說 你要反運算把它積分 就是 F X 加減多少 加減多少G X 加減多少G 我給它反運算 就等於 等於 這個給它積分 積分的話 因為 它微分的話 微分 那你這給它積分的話 就變成 它原來這個 就等於多少 大F X 加減大G X 這個等於多少 這就等於 這個小F 呢 積分 那 加減多少 小G 呢 積分 就是說積分 就積分的話 為什麼具有分配率呢 因為呢 微分它有分配率 而 積分是微分的反運算 所以呢 積分呢 威分有什麼東西呢 對應的 積分呢 就會有什麼樣的東西跑出來 那這個呢 就是什麼呢 積分公式 這個公式實際上是很好記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什麼 因為它基本上 這個的話 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它這個 環島函數的話 你為什麼不用這個符號 既然是環島函數嘛 那 你為什麼不用這個符號 而你卻用什麼呢 用這種符號 為什麼呢 將來我們會講一個 所謂的 微積分基本定理 實際上它積分它的意思 就是什麼呢 就是算 函數圖形 這個函數圖形底下的面積 那積分實際上就是加法 未分是除法 那積分是加法 將來我們講不定積分以後的話 我們會知道說 這個呢 積分 用這個符號的話呢 是有它的幾何意義的 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稍微呢 先提一下好了 這個的話 你可以看了什麼 看這樣子 如果把它看了是不定 把它看定積分的話 從A積分計到B的話 那這個 這個的話呢 這個是Y等於Fx好了 比如說這樣 那定積分的話 是求A到B 現在呢 這個Fx的話 相當於是高 因為是函數嘛 這個是Fx 這高嘛 Dx的話 是底 一點點的底 非常細的底 然後的話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相當於是Sigma Sigma 就把它加起來 把這個呢 小Fx 每一個 每一個 線段的那個 面積 把它全部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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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什麼呢 就是 那個積分它的意義 積分的意義就是說 是什麼 是那個 那個 函數圖形底下的面積